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16日 今天海外的新闻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 有点心意 因为人们早就把江派的大牢 也就过去曾经主持过中央政治局的意识形态工作的 刘云山几乎都淡忘了 包括我在内 看到这篇文章 师傅写出刘云山现在身体状况还可以 这篇文章报道说是12月16号 网上留存的照片写出刘云山 到了潮州市去私查 而且市长叫贺小军陪同 旁边站了一位女士正在逼逼晃晃 向领导汇报工作 这张照片一看就是在潮州闹市 一个商业街拍摄的 那么据媒体讲的是刘云山还到了汕头 参观了一些流行点 其实当官的退休之后啊 经常出门去参加这个活动 那个活动呢 只不过是什么呢 领导允不允许你报道 这才是关键的 只要是报道了 因为中共的官媒啊都是严控 范氏报道了 对前任这些政治局委员呢 常委 特别是常委 主要国家领导人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肯定掌握 因为他们退休了之后 他们原先的警卫啊 有的沿用过去 有的就换新的了 也就是说换上监视自己的 他在位的时候是在这个自由状态 等到了他退休了 就属于这个大监狱了 每天呢 每时每刻 每一个细节生活当中 没有秘密 警卫就汇报了 对不对 那么之所以 这个媒体还能报道啊 哪怕是推特 报了之后还没有删除 而且 还发到海外的网站上了 那证明 似乎显示 这个刘云山到目前为止 还没被抓 或者说处境还可以啊 给大家看看这张网络的图片 刘云山 刘云山这是 下去这个走一走啊 这个二把手啊 这个城市二把手陪同 这证明他陪同之前肯定 请思有关方面 告诉省连 这个刘云山来了啊 领导来了 我们可不可以赔啊 随即赔 肯定要 请思汇报 中共官场就是这一套啊 那根据这个推特的内容 这个推特叫 陈庸关 不太清楚这个人做什么呢 他发表的 讲到什么说 紧跟习近平 前中央政务局常委 刘云山 近日到超州市 访问 市长和小学陪同 现身超州市区 说刘云山也到了汕头 参观了一些景点啊 等等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推特 那么我们知道呢 习近平是十月份啊 到这个超州司察 也是对这个超州的文化 美食啊 商业等等啊 也是做一个肯定 而且这些基层官员都安排好了 让这个习近平尽情的表演 习近平也是大有切事的啊 在那走一走 讲一讲 显得好像老百姓很拥护自己 那么刘云山现在这个时候出现 我认为啊 和他在目前的处境有关系 或许说 或者讲就是中共这些新的权贵啊 想通过在内蒙古反腐败 这种方式敲打 以前的领导 以前的既得离日 就等于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在背后搞事 必须服从我习和心 如果坚定的拥护我 那么你以前在内蒙古的事就算了 如果说你敢挑战我 这个王毅中央 那我很可能就给你抛出 我估计是用传递这个信息 那么73岁的刘云山呢 我们知道是江泽民的弟系了 当过中央部长 当上常委之后呢 就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了 这个权力是非常大的 当年影响力也是了得 2019年中共十九大退位了 之后他就很少很少露面了 不露面主要是因为什么 领导不让露面 或者说有活动 秘密活动 谁都不许报道 无声无息了 以前有关这个刘云山家族腐败的问题 这个2014年4月港媒就有报道 今天这篇报道当中也提到了 说刘云山家族 这个 说是和这个 周永康这个家族 都有一些这个 这个密切的联系啊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内蒙古这个地方 刘云山是大老曹 在那干了20年 20年你想 一骑骑爬上来了 要想上 必须给上级送礼 也要和下级索会 这是一个供应链 对不对 是一个斧边的链条 你不可能没有进账 光有出账 对不对 他不给上级送礼 能爬上来吗 为什么别人上不来 所以说他肯定也是个腐败分子 据说是他的家族啊 这个2014年以前 2004年以前呢 刘云家族 已经暗中实际控制了 很多公司 在内蒙 有大项投资公司 并且操作了对内蒙古 一例股份 法人股的操控 改股以后 其掌握的一例法人股 实质超过数亿元 同时还控制 另一家内蒙上司公司 叫金鱼集团 大部分法人股等等 在内蒙古掌握了相当多的产业资源的 矿产资源的拥有权 包括煤矿 另外 2018年10月24号 内蒙乳液巨头 一例集团 在官网看出万字长文 实名举报 跟集团董事长 郑军怀挪用2.41公款 伙同他人对公司长期进行 遭遇迫害 14年以来 无人处理 背后有前国家级和多名省级高官 从当保普赛 这一看都是内斗 互相坚决 并指这些人 和谋将一例的国有财产 非法转移 那估计是这个事情 说不定也切迟到过这个刘云山 是不是保护伞就是刘云山呢 还是怎么样 很难讲了 反正内蒙古这个地方 本人认为是个多事的地方 是非是地 因为那个矿山太多了 各种矿都有 有了矿山就有钱赚 你想人都想搞钱 为了争利互相之间 打过头 这个但是我认为 这个内蒙古近期反腐败 力度非常大 抓了很多的贪官无力 几乎听起干嘛抓遍了 以前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讲 那么基里书记刘启帆 是陈敏尔的大命 那么陈敏尔呢 和刘启帆都是习近平的弟弟 他们在那个地方搞反腐败 就是为了打击江派 胡派 和这个乌兰福家族 为什么打击乌兰福家族 因为乌兰福家族 迪西 这个史文青啊 等等这些人呢 不喝的迪西的迪西 喝了不小林的迪西 他们这些人 似乎有些人 借助了抵制汉华教育 前一段时间发生的运动啊 也就是少数民族抗争事件吧 那么我认为呢 有可能他们也把这个 立即先指向刘云三 刘云三有腐败 这个不用怀疑啊 只不过是经营了多少而已 但是有腐败 也未必肯定耍 为什么 就看这个刘云三现在表现的怎么样 那么这篇文章当中也提到了啊 提到了这个 这个2019年被判刑14年的中宣部 服务长卢维 据说卢维也是这个 刘云三的铁哥们 那肯定了 因为他是主管意识形态 卢维在新华社工作当副社长 你想 又在网信办呢 宣传部做过 那肯定 他请客送礼 他拉关系 拉关系 首先要摆平 这个主管领导 这没什么奇怪的 关键是什么呢 2013年6月 有一篇文章发表的 很诡异啊 这篇文章题目叫 刘云三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其中提到刘云三的 20年的腐败关系网问题 那可见都是党内知情的人 他的对底派 故意发送片 然后警示 恐吓威胁这个刘云三 但刘云三也不怕 刘云三心想 腐败人人都有 你现在2月28号 内蒙古虽然提出 稻仓20年 设美腐败 腐败案件 但是呢 到现在的例子 刘云三还没有落马 那就说明 他的后台 也是比较硬的 江泽民还没死了 对不对 另外刘云三说不定 也 这个 顺情说好话 在背后赞美习近平 这个赞成习近平 搞终身制 搞得一人独裁 只要他做到这一点 习近平一看 你不挡我的路 不找我的麻烦 至于你搞点钱 无所谓 谁不搞钱 人人都搞 对不对 栗战书也很有钱 习近平 他的姐夫不是 也很有钱吗 对不对 就反腐败 完全是一个 打击政敌的一个利器 那么至于说 这个刘云三被指责为 这个叫禁盟 联盟的这个盟主 那这一点是肯定了 你想他在内蒙干的时间长 后来又接着总共中央 政治局 又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打扰 下面肯定保护一大批人 这就像自己梳理一个 在内蒙算是一个购物官了 只要这一杆棋 那可能和内蒙有关的 这些官员 包括民营企业家 国营企业老板 都纷纷的 这个在他在位的时候 都靠到他的门下 希望得到保护 这没什么趋利弊 还是人的 人性的一个 这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那但是呢 现在网上议论纷纷 说是刘云三 得罪了习近平 是因为他的儿子 刘乐飞 说担任中信证券副读日 依靠他爸爸的权势 在金融街 大肆联财 15年参加了 参与了古灾政变等等 我认为这个北林可可惜 古灾政变主要是肖建华 这个吴小辉他 徐祥 这些人都已经可以抓着抓 盼着盼 那刘云三的儿子到现在没懂 证明这个报道不一定属实啊 只是外界一种传说 也就是刘云三的对立派 希望刘云三落马 这是肯定的 但是不要忘了 七常委当中到目前为止 只有周永康 是不是出了事儿 其他俩还是没有大的问题 本人认为这张照片可能只能反映什么 刘云三有点紧张 通过这照片写字写字 这个我紧紧跟随你习近平 你到朝中去了 我也到朝中 我到朝中也讲你的好话 在习近平的魏核心的党中 杨领导下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这位佩东塔的这位 这个市长 朝中市长贺小军 那肯定回去回报了 回去回报了 回报给这个李希 李希在网上一层一层的说 都回报上去 那你自然而然 这个习近平心里超索 习近平肯定找迪希 不仅通过一个途径 李希的途径 还通过别的途径 军警特 暗线 布局有的是途径 看看刘云三到底对自己忠不忠诚 包括监听电话 手上 经过采集这些信息 确认 对我没有危害 对我没有二线 不枉一中央 甚至还不送我 我是美大领袖 那习近平自然而然就 对这些腐败问题啊 就根本就睁之眼闭之眼了 因为人人都腐败 就看你 知不知是习家军 对我习和音 究竟维护不维护 只要维护什么都好 你不维护我就给你分离拿下 所以这也是习近平搞全书老辣的一事 那么今天呢 海外其他节目就到此结束 正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盖 再见